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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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的话 上次我带你去我家 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你到底有没有 把我当成你朋友啊 我正是拿你 当成我的朋友 才不去谈这些事情 我一直避开我的父母 是因为我不想 被别人说成我是富二代 我不想生活在 我爸妈的光环下 我有我自己的梦想 我想凭自己的努力来成功 我很理解你 其实我跟你一样 谢谢你的理解 今天聊得很尽兴啊 这样我们改天再聊 好好好 你别说 这真是不错 环境好啊 还有很多话 看样子啊 我们得常来啊 比如说 林总 你平时喜欢看工具人啊 好 今天我们先去爱好 我们就告辞了 好 谢谢 好 再见 叔叔阿姨 那我们先走了 行 好 你们俩路上可小心啊 好的好的 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路上慢点走啊 我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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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林啊 这个姑娘啊 我喜欢 林萧 你觉得倩倩怎么样 妈 你不是说今天是家庭聚会吗 是家庭聚会啊 你陈叔叔她又不是外人 你认识一下 有什么不好的呢 对不对 那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林乔 是我让你妈妈给你打电话的 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告诉我 你是我们的儿子 婚姻大事 是父母最操心的事情 至于你们俩以后发展怎么样 我们不管 但是既然给你打电话 你就有义务过来 对不起 妈 算了 算了 妈不怪你 算了 算了 妈不怪你 那我先走了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那你开车慢一点啊 开车慢点啊 到家了打个电话 老林 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 这两个孩子他们肯定认识 认识 年轻人在哪碰上也很正常 不对 咱们儿子看陈倩倩的神色 还有态度 不太对呀 有吗 我的儿子我能不了解吗 行吧 改名找个机会问问他 是得问问他 倩倩 今天这事儿 爸跟你聊聊 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是 爸问你啊 你是不是真喜欢 林霄那孩子 我感情的事儿 您就别操心啦 我是你老爸 我不操心行吗 爸跟你说啊 你要是真喜欢 爸找林叔叔 好好说说 反正 我支持你们在一起 爸 我问您 如果林霄 都不是凌永雄的儿子 您还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不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您是不是一直想 把我的婚姻 当成您事业的一个助推器啊 难道女儿我在您的心里 只是一个工具吗 我知道 您一直想跟雄大集团 在茗玉上 千元姐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那我问你 你想过没有 我要是没有你这个宝贝女儿 我事业会出现问题吗 你替我考虑过吗 你懂什么是婚姻吗 我告诉你 任何的婚姻 都是要靠经济基础去维系的 我费了那么多心 做了那么多事 你是不是以为 我都是为我自己考虑 我全是为了你 到这 either 你爸 你 Company 给我 你 可是老爸只是想 用我自己的事业 给你一个充足的经济保障 正因为我从小溺爱你 你看你到现在 这么大了 你仍然活在 你自己的理想世界里 也许老爸真的是错了 以后啊 我不为难你了 不为难你了 喂 医生 我要见你 见我 好 哈 我 还 一 说 这 是 这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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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從小 你就喜歡跟我搶東西 你想說什麼 來 看爺爺給你們買什麼來了 爺爺 書包 兩個書包 來 你們自己選啊 我要這個 我想看到的 給我爺爺 他是你弟弟 他要喜歡的話 就把這個給弟弟啊 這裡也有 一樣的 都一樣的 這不很好嗎 來來來 來 那個時候搶不到的話 一定會 又哭又鬧 沒想到你這個做哥哥的 這麼多年了 還對這點事耕耕於懷 你今天找我來 不是為了說這件事吧 威威跟你的事他都告訴我了 沒想到這次又被你給搶了 哥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跟你搶任何東西 是 我小時候是喜歡跟你搶 但因為那個時候我還不懂事 請你不要拿這件事情 跟威威做比較 威威只有一個 而她喜歡的是我 不是你 請你不要讓她為難 放心吧 我不會讓她為難的 但是我想讓你知道 我在乎她 所以我不希望看到她的開心 你什麼意思 如果你跟她在一起 不能讓她開心幸福的話 我希望你滾遠一點 趙俊男 我一直看在你是我哥哥的份上 我對你已經很客氣了 我的事 輪不到你來管 我看你是喝大了吧 你傷了我最愛的女人 我就要管 今天呢 我這個當哥哥的 就要教訓一下 你這個不称職的弟弟 好 你試試 你小子 給我搶 走 走 走 快 好 我 你干嘛你 薇薇 你干什么呢 你在我屋里 干嘛呢 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在我屋里搞什么鬼啊 你拿一个棒球罐子搞什么鬼啊 我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吓死我了 进什么贼啊 是我心里进贼了 我带一颗心 送给一个人 我看你的心啊 心都被这些衣服换走了 什么啊 你说的呀那是过程 而我注重的那是结果 对了 今天给我打电话干嘛 可能遇到了点麻烦事 怎么了 快说说 今天我代表公司 去林霄他们公司签合同 我遇上了他们老板 结果他们老板 对林霄 喜欢她 是不是 女强人 是不是 女强人 职场女魔头爱上小鲜肉 电视剧的经典桥段 但是据我分析 但是据我分析 这种女人呢 一般情伤很低 智商很高 你怎么知道的 经验嘛 再说正常的女人会一见面 就跟你说这种事吗 对付这种女人很简单 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我配不上林霄 还说她第一次见到林霄 就喜欢她了 别害怕 她只是想让你自卑 其实对付这种女人啊 很简单的 这种女人呢 自己以为自己是座大山 殊不知 男人对于爬这种山 根本就不感兴趣 男人还是喜欢 温柔似水的女人 我们要走到 山不动 我动 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 其实 这些都不是我在乎的 那你在乎什么 我在乎的是林霄 我知道了 你是怕林霄 被这座大山压倒 让我想想啊 让我想想啊 咱得去找林霄谈一下 不是谈一下 咱得去试探 试探 嗯 怎么试探 你教我 想知道啊 你过来亲姐姐一口 姐姐就告诉你 救命 姐姐 走啊 我就是要自己借鉴 我就是你借鉴 还真干了你啊 这酒量箭长 喝呀 喝呀 接着喝 看什么呢你 就是看着 别停啊 不好意思 接着喝 别不正经啊 喝 这就对了 不做不做不做 接着办 接着办 再来一次 算了算了 可以来来来 接着办 然后你来啊 来来来喝 来来来来 来临 来 今天的酒都算我的 一个人喝酒很无聊的 美女怎么称呼 住哪儿啊 一个人喝这么多酒 你知道吗 现在外面很乱的 这样 晚上搁宿你回家 好不好 坦月 别看了 咱们玩儿骰子呀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接着吧 你别喝了 比我远点 挺烈的 不过我喜欢 今天我必须送你回家 滚开 好吧 我送你 没事 看着我女朋友 坦月 怎么回事啊 让你耍流氓 陈总 我们快走 快 快走 死贼 来 这边 师父 快上车 师父 开车 站住 快 快点 你们再 别打架 让我来 打架你 别跑啊 快 şeyi narj ann 坦既 你 SS 你 你的灾 用 忧 Trump 出来 你 莱蜇 我 你 祈祷 祈祷 林霄 干吗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嘴角有伤 你不会 不会跟别人打架了吧 跟赵震南打了一下 赵震南 那不是你表哥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就别问了 凌霄 不会是因为薇薇吧 好 萧总 我这个剧本啊 主打爱情 讲的就是初恋的羞涩 和美好 你看我这个人文化比较低 你说太多吧 我又听不懂 萧总 我给您打印好了 这是我给您打印的剧本 您看 剧本 还有点事 这剧本看多了 也看不懂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 给我概括整个故事 能 本片讲述的是一个 腼腆内向的男生 在初中的时候 爱上了一个女生 但是他过于腼腆 不敢向他表白 于是到了高中大学 以至于上班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女生 也一直暗恋着 他这样的一个 凄美清新唯美的 爱情故事 好好好 你说的这个故事 是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我喜欢 这爱情 是永恒不变的 主题吗 对了 你对演员 有考虑没有 还没有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 萧总您推荐的 一定是最好的 把我的那个 迷你iPad 给我拿过来 快 能 这是他从前的照片 你看 这两张行不行 太行了 太行了 小老板 他有表演经验吗 有是有 他以前是在歌舞厅唱歌的 唱歌 很有爆发力 对了 咱们这个故事 不是从大学 开始讲的吗 让他演个初中生 这事能行吗 行 老板您说 从什么时候演 就从什么时候演 咱们就从大学时候演 对了 现在的故事中 都喜欢多教练 你这故事里没有反派 没反派怎么能行呢 应该给男主角 加上一个反派 对了 也要给女主角 加上一个 小总 你 您您这么敢就 就成彼此暗恋了 暗恋 就是暗线 藏在两个人心里 就行吗 小总您太幽默了 这电影应该您来到 您不当导演太取材了 这儿我没带卡 单您买 看我干什么 接着 妈 怎么了 世凯 干吗呢 我看紧呢 看紧 儿子 你都一年半没回家了 妈想你了 我知道我也想您 我跟你说 我每天忙的都不行了 我刚上完一个组 马上要去下一个组 根本没时间休息 是这样啊 那好吧 那好吧 你先忙啊 别忘了吃点好吃的啊 放心吧 老妈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还有点事情 我先挂了 你 请问 patterns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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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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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行 果然是内行 我能试试吗 随便了 车会跟你那样 要是怎么办 这个是一样的 也不认用 首席 你还有一家 这olar的 好 这连继续 和你 这辆车不错 可是很遗憾 遗憾什么 这辆车的改装 多处都涉嫌违法 年神肯定过不了 而且你有追求速度和刺激 却忽略了它的安全性 如果你开这辆车 上赛道比赛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 我劝你还是重改一下吧 高手 绝对是高手 不过啊 我们的车都是用于娱乐 不用担心审查的 刘争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跟着我一起干 对不起 我只对专业级的赛车 改装感兴趣 这种违法的事情 我不感兴趣 我先走了 有个性啊 我喜欢 饶导 我喜欢 我卖她 我喜欢 她 我喜欢 我喜欢 我śli 我会 我喜欢 我可以 我快 我喜欢 我可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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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平时得备点药啊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我身体好着呢 对了 陈董 这件事情呢 我想让你做个绝密 我不想让赵建国知道 没问题 这件事啊我亲自都办 肯定密不透风 那行 那我可就拜托了 放心好了 这样 下午记得看看大盘 那我先走了 你放心 我必须管主 我送你 别送了 别送了 我送送你 老朋友了 你又不能把我送回家 别送了 好 好 那就拜托了啊 爸 你看到了吗 看什么呀 我打球呢 凶大骨骗掌了 你这不愿意 否则 来 你叫我 我看没那么简单 没事 不怕他耍什么花招 如果他要耍什么花招的话 会有人 会有人把消息卖给我 你现在一定要给我盯着 有任何消息立刻统筹 好 去吧 去吧 亲爱的 想家了吗 当家的带你去吃江浙菜 你研究研究 我先订作为你 慢慢搭 下班了 去哪儿啊 楼下新开的大排档挺好的 听说老张地里 出了专用的一个新盘 咱们去看看 我约了卫卫吃饭呢 你自己去吧 重色轻油 咱们上班一起 下班也一起 我约个会 你还来当灯泡啊 那你去吧 那你去吧 走快点 葳葳 晚上一起啊 一起啊 看你这情况 晚上有约会啊 是啊 羡慕死了 还是有男朋友好啊 像我们这种单身的 下了班只能回家吃泡面了 就是 可不嘛 我才不信呢 追你的人那么多 一天一顿 一个星期你都吃不完 再打点粉就好了 那鼻子呢 打点粉 加点不灵不灵的 来 这边再来点 对对对 好了 赵董 赵董好 吉他 东西 anunci 淡 一 彩虚 我要加班 等我吧 走了 咱們回家吧親愛的 嗯 希望這個審聘能夠順利 有什麼需要我們配合的 您儘管開口 趙總真是太客氣了 我們公司呢 真的很期待這個項目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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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嗯 我送你回去吧 啊 啊 不用不用 我約了朋友 沒關係 嗯 我已經叫好車了 滴滴 那好 先走了 您好 您撥到的號碼 暫時無人接聽 請稍後再裏 好 先生不好意思啊 我們店就要打樣了 啊 不好意思啊 沒關係 慢走 等一下 等一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遲到的 老闆臨時讓我見客戶 我手機又沒電了 我不是故意遲到的 我不是故意遲到的 我沒有電視 老闆臨時讓我帶你去 魚血 好 先吃完這一口 你再加了一口 挺好吃的 是不是還不錯 挺會找的啊 當然我肯定比你更好 唉 沒問題 我肯定比你更好 沒問題 我肯定比你更好 我肯定比你更好 你更好 您好 我肯定比你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跟你开玩笑呢 要不要这么小气啊 大不了我换一份工作 我当然不是让你换工作啊 我就是觉得 你们陈总又漂亮 工作能力又强 又对你特别照顾 难免会让人多想嘛 只要你没那个意思 我当然也不会无理取闹了 你在说什么呢 我们家卫薇怎么会无理取闹呢 不要太大方 到你家楼下了 你要上楼了 好 那我明天来接你上班 来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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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喂 你还没亲我呢 你来 你用忙 陈总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特意来找你的 给你 这什么呀 西装 西装 我不需要啊 让你拿着就拿着 明天周五十一点 飞里餐天见 去干嘛 去了你就知道了 可我明天还有事啊 这是工作 一定要去啊 不许迟到 一晚 开心啊今天 我一个人在家可无聊了 林萧 葳葳是你女朋友我知道 陈倩倩是我的女神 你不能背着葳葳在外面劈腿吧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你在说什么呀 搞得我好像给你戴绿帽似的 谁稀罕你女神啊 我在楼下碰到她呢 那她无端来找你还送你礼物啊 我倒知道她想什么呀 估计是明天有公事 怕我丢人吧 谁丢人你都不会丢人啊 你是青春无敌风流倜傥 潇洒的林萧啊 那你说她约我干嘛呢 说是公事 这能有什么公事啊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你是她秘书 你真生气啊 不会动真格的吧 我 你要真喜欢她 你就正儿八经地 大大方方地去追她 明天你去 我去 不太合适吧 喂 我说你这脸变得比薇薇还快啊 那她有没有说明天要干什么呀 我哪知道她要干什么呀 哎 你就去吧 就说我不舒服 我就怕像上次一样 让我去见她爸 什么 还要见家长 她是骗她爸 她爸逼婚 借我去挡挡 那她明天不会 带我去见什么七大姑八大姨 什么的吧 那可怎么办 怎么办啊 说不着啊 哎 干嘛呢 你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明天你正常表现就行 正常表现 什么叫正常表现啊 啊 啊 你看啊 这陈倩倩呢 是典型的狮子女 不尽快啊 你夸她 她就什么都疑你了 什么 哎 你就把她当女王供着就行 那怎么供法 你看 只要她一开口说话 你就要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把筷子一放下 你就要把纸巾递过去 她看了一眼水杯 你就把水递过去 她看了一眼伴侣 你就把服务员叫过去 总之啊 就是要做到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的体贴 哦 那我给她送早餐 她怎么不答应呢 你看这女人啊 有的时候 就是口是心非 嘴里说着不响 那心里指不定怎么响呢 哦 有道理 哎 放心吧 明天你去 正常表现就行 那我先去洗澡了 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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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我是大月 哈哈哈哈 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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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早啊 早啊阿姨 真奇怪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来 陈总早啊 嗯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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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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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对对 那个我在 我在 我 我在 我在帮陈总找东西 没事了 去忙去吧 忙去吧 忙去吧 走吧 谭月 把门关上 你搞什么鬼 我 你无聊不无聊啊 谁让你给我买这个 而且我告诉你 不爱吃油条 谭月 你能不能把心思 放在工作上 我招你进来 不是让你给我买早餐的 是让你来卖车的 拜托你把握一下 工作重点 OK 陈总 要不 要不以后 我给你换三明治 好吧 滚 别走 哈哈 看我的小餐 丰富吧 你吃这么多也不怕胖啊 不怕不怕 反正我已经找到夏家了 你怎么就这么自信 我不会找夏家呢 是你的美女总经理吗 你又欠收拾了吧 你敢 谈恋爱谈婚头了吧 上班时间 绣什么呀 我知道了总监 总监 他这是情道深处自然浓 哎呀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你现在是拿工作在开玩笑 十一点的会议 稿件准备好了吗 嗯 嗯 哦 一看就是太久没谈恋爱了 疯子 神经病 去 来 来 陈总好 你又来干吗 这不早上惹您生气了吗 买了两张电影票 你还有心思看电影啊 你看看你上个月的月节 又是到处第一 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 不是 我会努力的 这个 这不是最近看灵脾气 比较暴躁吗 这恐怖片可以解压 哎 别别别 我这就出去 你别生气 来中国还习惯吗 这里的吃的觉得怎么样 喜欢吗 是啊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川菜 还有喜欢喝那个 中国绿茶 绿茶 很有品味 服务员 帮我点一杯绿茶 然后一杯咖啡谢谢 好的 请稍等 嗯 哎 对了 这次的汽车设计大赛怎么样了 还顺利吗 啊 一起按照之前的计划进行 不过 参赛人数 比我们预估的要多 那获奖的名额会增加吗 恐怕不能 全球每个地区 都是三个名额 没有例外 只有三个 那么少 要求很严格 我一会儿 想介绍我一个朋友 给你认识 他的兴趣爱好跟你一样 也是设计汽车这一块的 而且他很有天赋 我想你们俩 一定可以聊得来 是吗 那真的是太好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啊 惊喜 估计这会儿正堵车呢 他应该在路上了 咱们等他一会儿啊 绿茶 你最喜欢的 谢谢 绿茶 请慢用 绿茶对身体很好的 是吗 对啊 嗨 陈总 哈喽 谭月 你怎么来了 你还穿着这戏 这 这戏服怎么了 像 挺好看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确实挺好看的 在法国我看上一套一模一样的 就是没有我的尺寸 对对对 这个 这个真是太棒了 你看 看这细节 这线条 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啊 你们看 怎么样 你后面 这后面什么呀 那个 大了 我自己改了改 改了改 大了 正好啊 这西服 史密斯先生很喜欢 他刚好呢 想买一件一模一样的 正好啊 你把这件西服 送给史密斯先生 我觉得这个尺寸 他穿应该更合适 这不合适吧 合适 他给了我 他怎么办 他要穿什么 他刚好可以绣肌肉啊 他特别喜欢绣肌肉 脱 喂 亲爱的 干嘛呢 你干嘛呢 我呀 我在上班呢 你今天有空吗 陪我看电影呗 好好啊 我下班就过来接你 好的 亲爱的 我先不跟你说了 让林霄过来找我 你 你干嘛呀 你大白天的 穿着这样少流氓啊 穿裤子去 搞什么呢 行为艺术 我说谭月 你不是去约会吗 怎么穿成这样啊 凌湘 好笑吗 都怪你 我这下全完了 凌湘 陈总叫你上去的 其他人忙自己的啊 陈总 对不起 凌湘 我知道你参加了 国际汽车设计大赛 所以我专门为你 约了中国去的执行礼事 好心好意 想要介绍你们认识 可你倒好 你找了这么一个二百五 来打发我是吧 实在不好意思 陈总 我早上起来不舒服 而且我 事先也不知道你的安排啊 你别跟我找借口 这件事情 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 还有那件西服 是我特意找人 从法国带回来的 你自己看看 被那个谭月 搞成什么样子了啊 你太让我失望了 对不起 陈总 我误解了您的好意 对不起 对不起 有用吗 这样吧 今天晚上 你陪我看一场电影 我就接受你的道歉 可是陈总 明天可以吗 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